大家好, 奶茶紳士會客室 今天出了外景 去洗衣街這個茶凰冰室 找一找, 平哥 你好… 現在進去喝杯奶茶, 好 有時候要操作一壺茶 一壺茶大概有六個工序 所謂一撈, 二撈, 三撈, 四撈, 五撈茶 第六個工序就是落茶, 落奶落茶 六部曲就是這樣 我現在示範一下撞茶的動作給你看 我們通過撞這個動作 就將它的草青味去掉 將茶的移緩更加帶出來 一般撞它三至四次左右 就用這個撞茶 撞完之後, 我們再放上來回溫 那你回好溫之後就釣茶 釣茶最主要就是保持溫度, 待用 是的, 第六個步驟就是落奶落茶 就剛剛做好一壺茶 平哥, 先喝杯 是, 喝杯 OK, 喝杯中國 多謝你接受我的訪問 不要客氣… 今天來到洗衣街茶凰冰室 訪問一下明哥 我先介紹一下這杯 這杯是甚麼呢 茶王之王, 這裡的招牌菜 大家如果有機會走開 就不妨進來試試 我不特別賣廣告, 一定是好東西 不好喝的就塞我台 是的, 平哥, 到你自己的介紹 我是2016年香港區冠軍 以及2016年國際總冠軍 我是一茶師傅 基本上大家看到平哥平時的宣傳 或者介紹他都比較多 如果在茶王來說, 他就算比較出名 對, 平哥 是 你自己本身比較喜歡奶茶這一部份 你說它的製作還是飲品 飲品吧 飲品吧 飲品就剛剛飲了當時 剛剛吞之前 以及剛剛吞了之後 因為它那種香濃滑的感覺 就真的… 其他茶葉和其他奶茶都認識不到 OK 現在香港奶茶文化, 你怎麼看 其實我們的文化 有這麼類的歷史, 它是OK的 怎麼說呢 這個可以說是長久不須的 不過最主要看我們怎麼推廣 那國內你又怎麼看 國內的市場 現在都日益地越來越 多人喜歡這杯芝人 國內的師傅都不停地去推廣、去研究 這個我都知道 是的 澳門的市場又如何 澳門它現在逐步逐步興起這杯芝人 那你又怎麼看 可能中港澳三地以外的 酒色奶茶文化呢 那你在馬來西亞 我就去了整個禮拜 那馬來西亞的奶茶 跟我們的奶茶就有很大的分別 是的 那馬來西亞的奶茶就叫做 奶茶 那你跟我們的藏茶也有一點點出入 距離不同 那個效果都不同 茶葉不同 最主要 那手法都很不同 因為它就叫做拉茶 它拉得越高就代表越好 它的芝人跟我們用的芝人是不同 長嘴吧 第一個是長嘴 第二個是它的底是闊的 口窄的 我們的芝人跟它的芝人是兩樣不同的 說到操作 我覺得我們的芝人比較好操作 那是正常的 是的 那我就去了馬來西亞五天 在那裡做個活動 我們本地的芝人還沒運到之餘 就在它那裡買它當地的芝人去做 是很難找的 我們如果你在當地的芝人 找不到的 找不到的 簡直是沒有的 爐餅好像是沒有的 爐餅還可以接受小的芝人 小的芝人是不夠的 是 那做出來的後果就真的不行 一半港式一半馬來的特色 是 好像如果沒有記錯 請你去過石蘭那邊 叫做體驗過一下 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去過去過 我們去斯里蘭卡 最主要是為了這杯芝人 為了這杯芝人 就特地找到每一個茶園 特別是幾個大的茶園 就選了幾個茶園回來做這杯芝人 我知道你之前 其實基本上很多高竹都會參加比賽 那你會不會帶高竹參加比賽 他們一聽到有一個比賽很興奮 是 那你去年都很榮幸 帶了七個去 五個拿了一隻 是 這個是很厲害的 是 去年19年有兩位高竹都贏了冠軍 是 真是大膽點問 學到你多少成功功夫 敢說 這個問題很難答過 中國學真的很尖銳的問題 那你學功學這些東西 就不是學多少成 最主要是看他本的衣服 有沒有一種衣服 執著那種精神 是的 最重要是你要執著精神 肯到力就可以了 那又跳一跳 另一個問題 為何會教學精神 當初我們搞之前 有一班八十喉、九十喉的 年輕人 他就很喜歡喝下拉茶 那他就有個意念 把我們這個文化成全下去 那怎樣成全下去呢 最主要是推廣 那在推廣的GCE 那你便有感覺的理念 有感覺的概念 就帶出一間冰室出來 就這樣就去一隻手腳 那如果現在要你呢 可能再做一些 關於我們的港式禮策文化推廣 有沒有甚麼想法 或者有沒有想怎樣做的事 最主要是培訓多些 有興趣的禮策人士出來 那你培訓很多我知道的 平哥就真的有很多徒弟 我見你其實餐廳也有很多 新的概念在這裡 是 可不可以介紹嗎 那你就是三個概念 最主要是我們以這杯奶茶為主 有時我們為了傳統的東西 也有一點生意帶出來 那要融入不同的元素 是呀 那我見到平哥有個叫西柚紅茶 是 這個大家有興趣 也可以過來捧場 這個西柚紅茶也挺好的 是呀 那跳到剛才的問題 平哥的徒弟 為甚麼他們會學習呢 那絕大多數第一個興趣 第二個是有些是我們行內的 最來學一學 絕大多數就是 為了這個興趣 有些學會了去第二度發展 譬如日本 台灣 還有其他國家 那他們學員的學生 即是徒弟 是 那你其實有沒有 有甚麼抱負給他們 或者有任務 交給那些徒弟 如果有興趣 最重要是 如何傳承這杯奶茶 聽到沒有 徒弟們 平哥, 我感謝你今天 是, 別客氣, 別客氣 先碰我杯 乾杯 好, 謝謝… 今天這個訪問後感 我反而不說太多 反而是介紹一下 平哥冰室裡面的沙家東西 茶王之王這個 大家有機會試的 即是來到 不妨試一下這個 是真是值得推介的 那這個瓶仔奶茶 又是真是 想外賣 喝原裝的凍奶茶 它是一流的 那大家也可以試一下 那這個就是剛剛所說的 西柚紅茶 那… 因為我不想兩溝 那就沒有, 還沒喝 但是這個也是 不妨一試的出品 那大家如果真是經開 這個洗衣街茶王冰室 就不妨過來試一下 有很多特色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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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有很多特色的東西